一颗名为San Atlas的星际彗星突然掠过太阳 它的出现不仅令NASA措手不及 也让美国国会紧急关注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天文谜团与政策编剧 尽管美国政府在停摆期间诸多事物陷入停滞 NASA绝大多数公共信息发布也陷入沉默 但背后的科研团队仍未停歇 依然夜以继日地监测着这颗神秘的星际访客San Atlas 仿佛它的每一次轨道波动都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就在本周 NASA的负责人准备就这颗彗星的最新观测进展 向积极关注太空事物的国会议员安娜、卢娜做出正式回报 而卢娜也果断发声 要求将最新拍摄到的图像与科学数据公开发布 交由公众与学术界共同分析和解读 与此同时 知名天体物理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阿维 乐布再度在媒体和学术界发声 强烈呼吁政府提高数据透明度 他指出 在彗星掠过太阳之后 突然出现的亮度激增与偏离常规的非引力运动 绝非可轻忽的小事 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物理机制或未知现象 眼见这一星际访客引发广泛关注 遍布全球的天文台 启动了一项跨国联合监测计划 这项观测将一直持续到2026年初 科学家们希望能在它逐步远离太阳的过程中 捕捉它的挥发变化 轨道偏移等关键行为 以拼凑出更完整的天文图谱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个令人着迷的天文故事 一步步揭开San Atlas背后那些科学与政治交织的谜团 自2025年年中正式被确认是第三课进入我们太阳系的星级访客之后 San Atlas变入一个不速之刻板 稳步穿越内太阳系 并在10月29日抵达所谓的近日点 它离太阳最近的一刻 为地面观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几乎就在那同一时刻 天文学家注意到它的亮度出现了明显而突兀的激增 这往往意味着 阳光照射到了之前一直被表面尘埃或冰层遮蔽的区域 引发了剧烈的气体喷发现象 仿佛沉睡的彗星瞬间苏醒 释放出隐藏在内部的能量 通过分析彗星释放出的光谱数据 科学家们检测到了一系列成分 包括短暂但明显的水蒸气 各种碳基化合物 甚至还有微量的金属粒子 这些化学信号就像一张张指纹 帮助研究者还原它的形成背景 这些物质的喷发在传统彗星中并不罕见 但让科学家皱起眉头的是 San Atlas的加速度似乎并不符合 通常由均匀突气所造成的轨道变化 它呈现出一种更复杂 更不对称的动力模式 仿佛存在着某种尚未解释的力 在推动它前进 随着观测数据不断积累 科学家发现 这颗彗星的轨迹并不稳定 而是表现出微妙但持续的不规则偏移 这些偏航促使轨道计算团队 不得不对它的运动模型进行更新 重新评估它的旋转状态和受理机制 尽管这些偏理并没有提供任何确凿证据表明 存在人工干预或科技构造的痕迹 但它们却让科学家得以窥见星际物质 在强烈太阳辐射作用下的独特行为方式 为研究星际动力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即便是在政府部门纷纷停工的背景下 NASA内部的核心机构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与喷气推进实验室 依然维持着最基本 也是最关键的跟踪作业 确保观测链路不被中断 让我们不会错过任何来自这位星际访客的新信号 NASA已排定计划 将与议员安娜、卢娜举行一次闭门简报会 详细汇报即将公开的数据内容 同时也向骨灰方面承诺 尽管处于非常时期 San Atlas的监测工作仍将持续不中断 为公众和科学界提供连续的数据支持 来自卢纳议员办公室的消息证实 此次关于信息公开的证实请求 背后确实得到了哈佛大学的阿伟 勒布教授的技术协助 这位以推动科研开放透明而著称的学者 一直在呼吁将彗星的原始图像 与分析数据向全球科学界开放 与此同时 欧洲航天局也积极响应 与极所知名大学联合运营的地面天文台 陆续接入全球观测网络 共享观测窗口和数据资源 将这一科研合作推向国际化新高度 尽管目前San Atlas已经飞离地球约3亿英里 亮度也随之逐渐减弱 但借助高灵敏度的望远镜阵列 天文学家依然能够捕捉它所散发出的微弱光谱信号 从而判断它在远离太阳失去热源刺激后 包裹着它的晨气云也就是挥发 是如何逐步演化的 这个阶段对于理解星际彗星的物理特性而言 至关重要 因为它正处于受热减退后的冷却与释放期 是研究其本质成分与动力机制的黄金窗口 通过追踪彗星不断远离太阳的路径 以及对其逐渐变化的光度曲线进行建模分析 科学家们得以推算它的内部密度 旋转速率 甚至可能揭示其核心结构的层级构造 为后续的物理建模提供坚实基础 所有这些精确到微米的数据 都将汇入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 正在进行的一项关键任务中 自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 该网络正协调开展一次全球观测联合行动 目标是趁三Atlas彻底淡出探测范围之前 建立起迄今为止最相近 最完整的星际天体档案 为未来的星际访客研究打下标准模板 人们重新将目光聚焦在三Atlas上 原因不仅仅是它的罕见身份 更在于它背后所蕴含的科学价值 它不仅是一颗远道而来的彗星 更像是一份宇宙投递来的密封快递 等待人类打开 解读其中的星际秘密 正因为它来自太阳系之外 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实验平台 供科学家们验证了一些关于行星系统之间 如何通过彗星或星际尘埃交换物质的理论 一种原本只能在模型中推演 如今却首次能以真实样本验证的科学机会 初步的光谱分析结果显示 这颗星际彗星所携带的冰与尘埃 在结构上与我们太阳系外缘 科医博带中的彗星相当接近 但它在太阳比 寒氮化核物等化学比例上 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像是一个带着抑郁口音的老朋友 熟悉却又陌生 这些化学成分上的细微差异 或许是来自遥远寒冷区域的印记 它可能诞生于一个距离母恒星 极为遥远的原始星星盘 甚至围绕着一颗体积小 亮度低 温度极寒的红矮星缓慢积聚形成 对这些化学差异的深入研究 正是科学家不断改进银河系内水分子 与有机物传播路径模型的关键一环 它能解释生命所需的物质 是否有可能在恒星系统之间搭顺风车迁徙 波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 一旦检测出它所携带的同位素比例 与我们太阳系常规标准显著不同 那么这不仅是化学多样性的有力证据 更可能为泛生论 即生命可能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 提供新的理论支点 同时也能教准我们对早期行星 形成环境的理解边界 目前 这颗彗星所表现出的不规则加速现象 仍是科学会议和论文中 反复被讨论的技术难题之一 它像一串不合常理的轨道数据 在挑战着传统的彗星动力学框架 大多数研究团队认为 这种加速的异常可能与彗星核心的非对称性排气有关 也就是说 它的内部结构分层不均 再加上自转轴的偏移 使得气体释放方向不稳定 从而在运动上表现出轻微但持续的推力错位 然而 即使考虑了这些常规解释 仍有一部分观测数据 无法完全匹配当前模型 存在少量但顽固的异常 让一些科学家始终心存疑虑 乐部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强调 必须以开放和公正的态度来 研究这些偏离的运动规律 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某种外星智慧的痕迹 而是希望借此机会 探索未知的自然力学机制 毕竟 每一个异常 都可能是一扇通往新物理的大门 面对外界可能过度的联想 NASA与欧洲航天局多次重申 目前所有观测数据 依旧符合天然彗星的行为特征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它具备非自然或人工来源的成分 不过 两大航天机构也一直指出 San Atlas的一系列行为 确实不乏研究亮点 它所展现出的不对称运动 成分差异与反应方式 绝对值得持续追踪 与深入剖析 这种更为谨慎的科学态度 与2017年另一颗星际访客 奥默默造访时的情形形成对比 彼时观测数据稀少 导致猜测远远多余证据 舆论一度陷入外星科技的幻想漩涡 相比之下 San Atlas事件最大的不同 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协调观测水平 各国天文机构仿佛组成一个临时的宇宙联盟 密切配合 共享每一份谣测数据 目前 已有十余家科研机构 接入了国际小行星浴经网络 这个数据高速公布 通过高频率的数据共享机制 确保每一个新的观测结果 都能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全球研究人员 更令人振奋的是 这次行动不仅有专业科学家参与 还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业余天文爱好者 他们共同致力于从可见光 红外线到射电波端的多维度观测 目的是绘制出 彗星在冷却过程中的气体释放模式 尘埃密度分布与成分演化的三维图谱 最新观测数据初步揭示 San Atlas在远离太阳的旅程中 其表层与内部物质成分 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化过程 甚至可能开始形成一条 淡泊而细长的离子尾 这是电力粒子在太阳风 作用下形成的尾巴 犹如星际之船拖叶的航迹 如果这一现象最终被证实 那将标志着人类历史上 首次以如此高精度 跨波段地捕捉到星际彗星 在离开太阳时 形成离子尾的完整过程 为后续观测奠定标准 每一份观测数据 都像是拼图上的一块碎片 帮助科学家一点点拼凑出答案 究竟像San Atlas这样的彗星 是恒星系统之间 频繁互换的常客信式 还是偶然托里姆系统 在极端条件下形成的稀有碎线 San Atlas所引发的 一系列科学与政治联动 继一步凸显了 现代空间科学 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深度交集 太空不再只是天文学家的研究对象 也逐渐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的议题核心 过去 国会主动介入一颗彗星的动态 几乎闻所未闻 但随着公众对太空探索透明度的期待不断升温 加上社交媒体放大了科学信息的传播速度 立法机构的介入逐渐变得不再是可选项 而是一种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趋势 以袁安娜、卢娜的积极参与 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意识正在形成 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 地球之外的发现不仅关乎科学 还承载着我们这个时代对宇宙、生命与未来命运的文化投射 为回应各方关切 NASA正式声明 尽管政府停摆期间部分项目收线 但所有已收集到的数据都将在机构恢复正常运营后 全面向公众开放 确保科学进展不因体制障碍而中断 接下来的简报会也将不仅先于彗星本身 还将探讨此类星际探测如何纳入长期的行星防御体系 以及如何在全球科研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 为未来面对潜在太空威胁打下协同机制的基础 与此同时 五角大楼下属的痊愈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ARO也发布了一则简短却意义明确的声明 长青San Atlas已经过充分识别与跟踪 不属于任何不明飞行物类别 也不存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可能性 旨在打消外界的猜测与误度 尽管这则声明本质上只是例行程序 但它凸显出如今科学传播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 以结构化、审慎的方式划清事实与猜测的界限 避免公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事件中被误导 当前这场跨越国界的观测合作 正由欧洲航天局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历史悠久的 洛厄尔天文台联合协调推进 借助北半球与南半球的多处天文设施 持续追踪这位星际访客的每一项动向 这项合作的目标是不间断地追踪San Atlas的轨迹与物理变化 直指它淡出探测范围 借助分布在南北半球的望远镜阵列 科学家们希望拼接出这颗彗星 从近日点到最终消失之间的连续演化时间线 就想为它制作一部完整的宇宙旅程纪录片 研究人员将特别关注会发光的偏真特性 这是分析尘埃粒子形状 大小与排列方向的重要手段 通过这些测量 科学家将能更精确地逆推出 这颗彗星的形成环境与演化历史 解答它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诞生于星际的深处 而在科研一线之外 整个天文学界乃至相关科技产业 早已将目光投向未来 展望下一代观测技术 如何提升我们对类似星际来客的识别 追踪与分析能力 一旦位于智利的维拉 鲁冰天文台全面投入运行 它将成为夜空扫描的巨眼 每隔几晚就能完整扫描一次全天空 其高零敏度将大幅提升 我们发现星际访客的能力 或许将把如今十年一遇的时间 变成一年几次的常规现象 天文学家们相信 随着探测能力的提升 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星际元的门槛上 不久的将来 类似San Atlas的星际彗星将不再是天文奇观 而是年年可见的科学窗口 为我们持续提供化星系的信息样本 这意味着 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星际彗星的比较学将正式登场 科学家将能够分析多颗此类天体的一同 从而总结出星系间物质交换的规律与机制 未来对每一颗星际彗星的详细记录 都会成为星系动力学模型中的一颗重要数据砝码 帮助科学家建构更准确的数学模型 预测物质如何从原始行星系统中被抛出 又以怎样的频率穿越宇宙 邂逅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淋浴 而此时此刻 San Atlas仍在向太空深处缓缓拾去 它所发出的辐射虽然逐渐微弱 却依然能被地球上的高灵敏设备捕捉 像是一封自济箭弹 却尚能辨认的宇宙信件 再过几个月 它将弹出我们所有主流望远镜的视野 真正回归到星际的寂静之中 但在它离去之前 它已经留下了数以太子节纪的数据资产 为我们拼凑银河系不同恒星系统之间 如何进行物质交换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测证据 如今San Atlas正逐渐远离人类的目光 它的同伴 曾引发争议的奥默默也已归于沉寂 但他们共同遗留的数据 引发的争议和推动的研究 将在未来数年内 持续影响人类对星际天体的理解方式 观测策略乃至研究范式 这颗归星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桥梁作用 把分属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政策制定者和天文台操作员联系到了一起 促成了一场科技 正指与公众认知三者交汇的 全球型太空探索合作行动 San Atlas的出现 再次提醒我们一个浪漫而深刻的事实 即使我们与其他恒星系统之间相隔光年 宇宙冰冷而深远 但太阳系从未真正孤独 因为总有旅者 从星海彼岸而来 带着遥远星辰的讯息与谜团 感谢您陪伴我们走完这趟宇宙之旅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点燃您对宇宙的好奇与敬畏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探索浩瀚星辰背后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